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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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莎莎手作 我是莎莎 今天我們要來實測9種手作工具 那這9種工具呢 或許有些是大家從來沒看過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 但我覺得很好奇他們的功用跟實用性 所以我們今天就 帶大家一起來見識這些 可能很神奇的手作工具吧 首先第一樣是這個 全透明耐切割墊 那它是中間有硬板 加強它的厚度 所以可以防止它刺穿那個墊板 就是在使用的時候 然後下面呢 可以放描圖的東西 因為它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 下面的圖案的 假設你是放這樣子的圖案下去 它是非常前而易見的 假設要刻橡皮張 也很適合 描圖紙 描在上面 那我們就馬上來試做一樣 小小的手作看看吧 我發現這個 蠻適合做熱縮片的時候使用 因為下面可以 墊圖案 像這樣 我來畫這個布丁好了 我們今天就來做個小小的 布丁熱縮片 那準備好你的 熱縮片 我已經有先剪下來了 它一開始是蠻大張的 我先剪成一塊小陣的方形 放在你要的位置 那這個切割墊的好處呢 就是 發揮它原本的作用 全透明的 那我們就很好的 描繪圖案啦 大致上描繪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移下來 那再檢查一下看看 有什麼地方是沒有塗到的 可以再做加強 好 那都OK的話 我們就把它沿著邊邊 剪下來 接著呢 接下來我們就拿熱風槍來吹它啦 大家可以用小雜誌來輔助一下 好的 這樣子一個布丁的熱縮片就完成啦 好 那接下來呢 切割墊我們就繼續放在這裡使用 因為接下來要用到的三個工具都是需要到切割墊的 那我們就拿出一張測試的A4紙 第二樣呢 我是覺得 我已經有先打開來用過了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在製作材料包 或者是在做卡片的時候 它可以代替美工刀使用 就是這個 小圓刀 它有點像披薩刀的樣子 然後它是做比較小的 長這樣 這裡open呢 就是把它往下滑 它刀片就會出來了 那關閉的時候就可以保護它不會割到手這樣子 那除了這個直的普通刀片之外呢 它還有不同的形狀 這個割起來應該會是虛線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這兩個其實我不知道它割起來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好 那要切割的同時呢 我們要搭配的是切割尺 這個尺顧名思義就是它專門用來切割紙張用的 比較不太容易去割到尺本身 大家知道就是割的時候 我也是割爆了好幾隻尺 所以這個尺呢相對來說是比較不太容易傷到尺本身的 那也是透明的 我來打開給大家看吧 透明的比較好對準也比較好對齊 那我們就馬上來切看看 它要這樣垂直的拿 然後這樣過 非常輕鬆就割成兩半了 而且它非常的直 跟美工刀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 手感當然有些不一樣 有些比較薄的直 美工刀有時候容易割壞 那用這個的話它就可以 呈現一個比較平均的力道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換刀片 試試看其他不同的刀片割出來的效果 會是怎樣 我們先來換 我們先來換這個好了 它是虛線的 那換刀片呢就是下面這樣子 翻下來 然後把這個拿出來 然後把這個拿出來 就可以替換刀片了 就可以替換刀片了 扣住 這樣子替換刀片就完成 那我們就來割 看是虛線的刀片 那我們就來割看是虛線的刀片 哇 你們看非常神奇 真的是虛線 割出虛線了 這個 在做票券的時候很適合用這個刀 真的就是票券感 這個以後做手杖 或者是 一些卡片的收音超好用的 大家如果要做什麼按摩券啊 什麼做家事券啊 建議可以用這個 爆炸好用 然後又有票券感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換另外兩個試試看 我喜歡這個 超愛這個 還可以自己自由的變換長度 它割出來呢 就是 花邊剪刀會剪出來的形狀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來測試最後一個刀片 好 這個呢 沒有很好割 其實就是有花邊的話 這個比較好割 剛剛那個很難割 割出來呢 就是非常美麗的花邊 好 那這就是這一款 小圓刀 另外一款呢 跟小圓刀類似了 它是比較大的刀片 更像披薩刀了 然後這邊一樣是開關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它就 關起來了 那再按一下 它就打開了 那 那 它沒有按的話呢 它是 不會動的 就是它是緊的 你要按一下它才能 往下 這樣 好的 我們一樣也來滾滾看它的 觸感 那它的拿法呢 是這樣子 不是像剛剛那樣垂直的 它是 真的像滾 披薩刀的 用法 一樣非常的利落 那大家在 拿的手感呢 可能也是要練習一下 抓一下感覺 就可以 割出漂亮的直線 蠻好上手的 不會練習太久 可以拿一些廢紙來 測試看看 多滾幾下 就會拿到它的訣竅了 好 不好意思這麼突如其來 但是 影片要先在這裡 告一個小小的段落 因為 我撿起來發現 太長了 所以決定分上下兩集 那剩下的 會在明天影片 跟大家見面 再請大家期待一下囉 那如果大家對於 今天介紹的工具 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它們的連結 都放在說明欄 再點去看囉 我們就 明天再見啦 掰掰